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货富自然,有你有我》 是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 人类应以自然为根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无名思想的指引下 政府部门、企业、金融机构 地方社区或民间组织 从我做起、积极作为 形成了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氛围 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建立国家公园体系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自然保护地面积 分别达到全国陆域面积的 25%和18% 我们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 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 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 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 社会公众和企业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2017年至2019年 部分企业和社会公益组织 在西北荒漠地区种树1.2亿棵 面积超过了140万亩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必须坚持多边主义 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 全社会共同参与 今年10月 中国将在昆明举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地约方大会 也就是COP15 自COP14以来 埃及中国和秘书处 共同设立了 沙姆沙伊赫到昆明 人与自然行动议程 为展示各方行动搭建了良好平台 今天啊 我代表COP15东道国 邀请大家共赴昆明之约 让我们携手并进 邻居合力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力量 共同守护好 我们地球家园 谢谢大家